Hello,大家好,我是Miko 欢迎收看本期的每周360 在我们开始之前 记得先帮我们like,share,还有subscribe哦 还有别忘了follow我的IG 第一则新闻 2023Toyota Yaris升级版正式登场 新增9寸主机无线充电面板 开价88千起 2023Toyota Yaris 5月份才在大马发布 而今日UMW Toyota再度为它推出升级版 新款的外观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如果你试期待它搭载泰国版上 那个更加运动的外观设计 那不好意思,你要失望咯 不过原厂还是有为它在细节上做出改变 包括加入了更运动的保险感设计和多吞双色车器 其余细节还适合之前的大同小异 不过作为升级的重点 它把之前的7寸触屏主机升级到了9寸 除了荧幕尺寸更大以外 它还支援Wireless 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手机连接功能 而且还有一个手机无线充电面板 给你随时为手机进行充电 至于动力的部分则没有改变 依然是1.5L自然进气引擎 最大马力为107PS 峰值扭力140Nm 匹配CVT变速箱 那这一次升级版依然是维持两个车型 新车售价分别是88,000以及91,000令吉起 虽然对比之前分别上涨了4,700以及4,000令吉 但颜值更高,配备更丰富 各位朋友,对这次的升级版有什么看法呢? 如果大家对这一款车有兴趣的话 记得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之后我们会把它借出来做一个详细的私车分享 来到我们的第二则新闻 Smart Hashtag One 也就是今年一号大马正式开放预定啦 三个车型可选 最远续航440km 预计售价200,000至250,000起 这一次它在大马市分为了 Pro、Premium和Brabble三个不同的车型 它们有着不同的动力输出和续航表现 官方预计可以在今年第四个季度向顾客交付新车 其实,Smart Hashtag One 它是基于SEA浩瀚平台打造的小型crossover电动车 它采用了Smart一贯来比较带门可爱的设计风格 加上贯穿式的头尾灯组 让它十分的帅气和有科技感 这个外观可以说是男女通杀 你们同意吗? 如果你觉得它还不够好看的话 原厂还有定位更运动的Brabble's车型供您选择 熟悉的Mercedes AMG的朋友都知道 Brabble's是一家著名的AMG改装厂商 而这款车主打的也正是比起普通版 更帅气的外观和更强悍的性能 可以看到它有更运动化的设计元素 包括了黑色的logo、红色刹车卡钳和红色车顶等等 另外它的内饰有采用了极简风格的设计 可以看到整个车内其实没有太多的按键控制 大多数功能被集成在12.8寸的中控触屏主机内 而且它支援无线Android Auto和Apple CarPlay功能 另外它还有9.2寸的全液晶仪表和13个Beats高级音响等等的配备 并且配备了炫雾的64色氛围灯 相信可以吸引不少年轻人 至于Brabble's版本在原有的基础上为内装加入更多的战斗氛围 包括了红色线条的点缀、黑色的运动座椅配红色的安全带 同时在头枕那里还有Brabble's的logo 让整个车内看起来有着浓浓的战斗气息 动力的部分 这款车有着三种不同的动力输出和续航表现 大家可以参考这个图表 三个车型都支援最高150kw的低细快充 最快只要22分钟即可完成10-80%的充电 另外补充一下 Premium和Brabble's车型则需要29分钟哦 据悉新车将在今年的第四个季度交付到顾客手上 预知更多关于这款车的详情 你可以到邻近的Smart授权经销商查询 并可通过Hello Smart应用程序交付1000令吉进行预定 首501名预定的准车组更可获得价值1001令吉的充电积分 这是独家找鸟的优惠福利 对它有兴趣的话就赶快去订车吧 第三则新闻新一代Nissan Serenac明年泰国发表啦 将从大马生产及出口 有望搭载全新的1.4L E-Power混动引擎 全新一代Nissan Serenac是在去年11月份 在日本全球首发 根据泰国的媒体所获得的消息 新一代Serenac将会在2024年的下半年正式登入泰国市场 它将从我国的Nissan经销商Danchon旗下的TCMA工厂 进口这一款车到当地贩售 不过因为当地的税务限制 因此为了通过税务优惠获得更有竞争力的售价 原厂仅计划在当地为这一款车引进打载1.4L E-Power混动引擎的车型而已 新一代车型代号为C28 它依旧维持了传统MPV方正的造型 不过原厂通过简化了外部的线条设计 让它的外观变得更简洁大气 其中水箱护罩依然是家族式VMotion设计 而且LED头灯组也经过了重新设计 让它看起来更典雅大气 至于车侧和车尾的变化并不大 依然是悬浮式车顶 那这一款车搭载第二代E-Power混合动力系统 综合输出最大马力表现160hp 峰值扭力表现315Nm 并且有着20.6km per liter的出色油耗 那因为泰国媒体已经确认 这一款车在当地仅会有1.4L E-Power这一动力配置 也就是说未来大马版大概率会采用这一动力配置 至于在日本市场有提供的2.0L自然进气引擎配Extronic CVT变速箱 会不会来到大马市场就暂时没有消息 早在今年的3月份就有网友目睹新一代Serena先生云顶进行测试 加上这一次泰国媒体已经释出在当地的具体发布时间 因此相信这一款车来到大马或许只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早前我们也有做过这一款车的详细介绍 点击上方小白点即可观看 来到我们的第四则新闻 近日有外国媒体拍到BYD海豹U驾版正在货车上进行运输 据悉这一款车将在9月28日泰国发布 当地将提供3个车型可选 最远续航700km 而它已经确认在今年内来到大马市场 预计售价260千起 那我们之前也有做过影片介绍这一款车 有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上方小白点来观看 你是不是也在期待这一款车的到来呢 来到我们的第五则新闻 Honda Civic Type R FL5定档9月27日大马发布 将以限量的方式推出 预计售价370千起跳 全新一代的 Civic Type R 已经在国外发布了一段时间 那这一款车被视为在最后的存内燃机 Type R 因此它一经发布就引起了非常高的话题性 那它是基于仙背版的 Civic FL打造 定位是一辆五门钢炮 它有着专属的空力套件 持货的人一眼就看得出它并不简单 动力的部分也是熟悉的老朋友了 2.0L VTEC Turbo引擎配6速手排变速箱 最大马力表现提升至325hp 峰值扭力表现则提高420Nm 0-100加速只需5.4秒 而且它还以7分钟44秒的成绩 完成了全长20.8km的传奇纽柏林赛道 成为单圈成绩最快的前驱车型 另外虽然这一款车会登陆大马 预计售价可能会从370千起 不过有消息指出 因为这一款车是在全球范围内大缺货 因此Honda Malaysian能从原厂那里拿到的配额也不多 所以他们将会以限量的形式销售这一款车 虽然目前还不知道本地能获得多少辆的配额 但因为缺货加上情怀的加持 相信它的到来后很快就会卖光光 因此如果各位老板对它有兴趣的话 那么开卖后就千万不要犹豫 第一时间就要去下单了 最后一则新闻 2024 Volkswagen T1正是全球首发 这一次它基于MQP Evo平台打造 并且带来了更加好看的家族式外观设计和内饰设计 同时有着各种不同的动力配置 包括1.5L MHEV 1.5L PHEV 2.0 Turbo等等 新车将在2024年Q1国外上市 从外观上来看 可以看到新一代车型采用更圆润的设计风格 同时原厂也为它加入了家族式设计的元素 让它看起来更精致帅气了不少 另外它的车身尺码比旧一款也加长了不少 为它带来了更宽裕的车内空间 那科技配备也是这一次欢呆的重点之一 这款车将搭载新的10.25寸全液晶仪表 和15寸中控触屏主机 整体看起来和电动车ID器比较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在Golf上饱受争议的方向盘 触控按键已经变回了实体按键 还有可以看到它用上了长条式冷气出风口 而副驾驶前面有着黑色的试板 但是里面有长条式的细节点缀 整体在细节上更加的精致 加上Volkswagen家族向来的高质感设计 因此内饰绝对是不需要担心的 至于动力的部分 这款车有着不同的动力配置 那我们关注的比较可能在大马上市的版本 也就是2.0涡轮增压引擎 它主要分为高低功率两种不同版本 其中低功率版本可输出最大马力201hp 而高功率引擎则可输出最大马力表现262hp 最后这一款车将会在2024年的第一个季度在国外上市 而它作为Volkswagen passenger car Malaysia的当家车款之一 相信原产会快速的为它进行换代车型 那不知道大家会期待这一款车的到来吗 好啦 以上就是本期的重点新闻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们like share还有subscribe 我是Miko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